记者黄建华高雄报道,被控涉嫌收贿高达108万元,包庇赌博电玩集团遭高雄的检署起诉的前高雄市警局维新小组督察员蔡景德, 已退休,从去年10月间备收押期金,获高雄地院裁定准利800万元交保,但限制出海,出境。 这也写下历年高雄关警涉及摊桌案,保持金最高的记录,另同案载压的前任五分局寻官林银章则获裁定150万元交保,同样限制出海,出境。 两人每周一、三五都须住居处所侠派出所报道,高雄地检署和廉政署男调组侦办高雄关警收贿包庇赌博电玩案, 去年查出前为新小组督察员蔡景德,已退休,小岗分局交通组长齐德清及任务分局寻官林银章等三人涉嫌, 与辖区内杜博电玩业者勾串并曼月收贿予以包庇,其中蔡景德被恐涉嫌收贿总金额高达108万元, 雄简于2017年12月15日贞洁,将在牙三人均一违背职务收贿罪嫌喜诉,已由高雄法院审理中。